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是神学总哥 新的深渊 他终于来了 不出所料 新的深渊果然长了一副老体系 目前仍然可以通杀乱杀的样子 我应该是最早的那个主播 提出现在原生要面对的其中一个很主要的矛盾 就是老韭菜门实在是已经搁不动了 老鲜鱼们练度实在太高了 想在深渊的强度上面勾起他们的强度焦虑 进而充值已经不太可能了 那么自自然然的目光就放在了另一批的玩家们身上 显得也更加聪明一点 因为如果你选择膨胀深渊的上限膨胀的太快的话 你会得罪老咸鱼玩家 他们的声音在网上是非常大的 吵起来就是一声节奏 那么就不如放老咸鱼去乱杀了 更加集中精力去控制满星线 把目光更多的集中在链路检测上面 这也就导致了今天的深渊越来越两极分化了 练度高的玩家什么感觉都没有 只要两三个循环可以带走就问题不大 但是练度低的玩家 他们发现深渊好像变得越来越难了 果不其然在我昨天发布的投票之中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认为深渊变简单了 和变难的玩家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天平两极的情况 这个比例几乎是一比然后认为变难的玩家居然还是要更多一点点的 考虑到看我这个频道的强度玩家肯定是占比更多的 那么自自然然的 这里其实是存在幸存者偏差的 我估计看我这个频道的老强度档也很多了 如果换一个主播来做投票的话 如果受众要相对而言更加轻度一点的话 我相信认为深渊变难的玩家肯定会比例更加多的 因为随着深渊的那些阴间debuff越来越多 目前深渊给人的感觉就是练度到了一定程度就随便放你过了 但是练度不够 可能就得接受一点考验了 对吧 我们在投票之中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上面觉得更简单的用点力呀 那些玩家估计就是老韭菜了 属于是老闲鱼玩家60级的要啥有啥的应该是占比比较多的 哎这中间肯定有很多那种规划的超级冷血的什么恶命雷电压 恶命夜兰就抽了 就不像有一些玩家抽10个零命的五星主C全部都拿着四星武器的 然后剩余物也就是小毕业水平的 这部分玩家他们的强度是更加溢出的 然后现在就出来叫嚣说声言太简单了 没有一点难度来点力呀 那多半就是这个样子的嘛 然后第三列的那一部分玩家觉得练度不够就越来越难了 那阴间debuff太多了 这一部分应该是比较新的刚刚发芽的对吧 小韭菜们商业潜力巨大 然后中间这一部分人就觉得深渊的难度好像没啥改变的 就应该算是中等韭菜吧 拥有谢定恶的商业潜力 由此可见那就是在几个月以前我所提出的观点 以及猜想目前看来确实是米哈有准备前进的大方向了 这个debuff确实是越来越狠了 我们回过头来说说深渊的具体的阵容吧 早在3.0的深渊刚爆出来的时候 有非常多的人疑惑 就是为什么这个3.0的深渊一点都不抬底那里 我想这个应该也不需要我解释吧 这个一看上下半的这个牌位就知道 你看看12层上半是纯粹的对群环境 而提那里呢拥有无双级别的对群能力 然后下半一看上来第一层要求你有对群能力 那里打的肯定是非常非常不舒服的 第二间第三间开始呢 好不容易到了下半是对单环境了 然后第三间米哈又又准备了一只非常活泼 非常善于唱跳rap的鸡歌高达80%的炒炕 也就是说你即使为爱发电 其实停那里打的舒服的 也就只有第二间的下半的那只非常匪夷所思的 拥有挥刀自攻机制 上来就喜欢给自己减抗的鼓炎龙溪了 我时不时听到会有人这样说 有没有那么一种可能性呀 就是深渊不需要一次打满 我可以重开的 那么非常好 建议这类玩家就是用其他的主c先把第一间打满了 然后用提那里第一间摆烂 然后第二间去打了鼓炎龙溪 然后再回去重开 再换一套阵容来满心第三间逆风使用提那里来满心 以此来对抗天里的力量对不对 提高他的使用率什么的 我时不时会听到这样的说法 对群我干嘛上这个那个角色呀 对单我干嘛上这个那个的角色呀 有水使徒我干嘛上夜兰呀 有火使徒当然不上胡桃啊 可是问题是现在深渊 他就是不停的给你混合各种环境的 就在这么一间两间稍稍搞点事情 以此来达到把特定角色特定阵容拍出出最优解的目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角色 他能否同时对单对群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指标 不然你这个满心之路只会体验非常差 在我看来一个追求强度的玩家 在原生里面一支队伍从头打到尾 不算是什么过分的要求 毕竟这个游戏本身难度也不是特别高嘛 当然现在所谓的使用率榜单都是靠嘴巴去填自己的阵容的 你只要想打榜就随便乱填就可以了 甚至还可以去QQ群里面喊一声啊 兄弟姐妹们赶快去投票了 也不需要真的去代替那里打了 你反正去登录那种各种小程序 就无脑把替那里添上去 他们也会把数据收录下来的啊 所以像黑榜这样就是兢兢业业的到后面 甚至都还要求玩家们去谬是把htmlcopy paste整个游戏box到他们的网页上面来提交的比较严谨的网站 居然就这样没了 真的是挺可惜的 我们回过头来继续前面那个话题 就是首先新的圣源不仅没有台提那里 甚至可以说是帮到忙的 那么自自然然的下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米哈游压根就不想台提那里呢 这些除了因为虚迷的地区是刚开放的 然后突破素材还得累积一段时间之外 我想绝大部分的玩家首当其冲的想到的一个比较差强人意的想法 就是因为听那里是常驻啊 凭什么我要台常驻对吧 就非常顺其自然的 甚至在回答的时候都不自觉的带入狗把武策划了 没有错 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最主要的原因 但是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早在半年前我就这样提出过 就是有些时候米哈游想要台某些角色的时候 他往往是某些角色马上要复刻了 要在复刻之前冲一波风品抽卡手游这种东西呢 一般来说卡池开放之后的前几天流水就会占了80% 那么自自然然的就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我复刻的时候 在台这个角色还来得及吗 那显然是来不及的了呀 所以有时候你看原神的深渊其实是在欲布局的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上一次干预跟肖复刻的时候 米哈游居然不忘往里面塞一只大剑鬼来庆祝庆祝 在当时我有听到有不少肖的玩家这样抱怨说 为什么复刻的当期要放一只非常喜欢后侧布的大剑鬼在里面呢 像上一期那样放三只电鬼在里面 那肖不就打的挺爽的吗 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那其实恰恰反而是因为在上一期他放了三只 不会发电那样后侧布的见鬼三兄弟进去 在米哈游看来其实已经是在为肖造势过了 已经是服务完了 在复刻的当期是属于把裤子提起来的时间 你知道吧就属于是闲者模式 那自然就不可能太亚沙西了对吧 那么自自然然的我们就会去想着这一期 他完全没有台提那里 那么这个深渊的布局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呢 是不是在预布局呢 其实我们稍稍去想一想 其背后的商业逻辑也是非常简单的 那就是与其台常驻角色 不如放眼后面马上就要复刻的老角色 可能马上要在3.11 或者说后面3.23.3就要复刻的角色啊 我反正是不知道的 我是乱拆的复刻的消息基本上都是没法实锤的 虽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谁要复刻 先提前帮马上要复刻的角色造势造起来 特别是有这么一个角色之前被打的特别狠的 一不小心用力过度 现在在社区已经风平拉到不行了 要赶紧挽救一下 你们猜猜我在说的是谁呢 关于这一点在我昨天发布的那个投票动态下面 我们都可以看到有很多被点亮了比较多的评论啊 其中呢又透露出来了蛛丝马迹 比如说这两位朋友提出的 这一次深渊小怪站位非常烦 需要聚怪或者走位不然很多时间 下面这位朋友也说了 这次散怪有点多不太好剧 由此可见呢 就是我这个频道下面的评论 其实也是非常有含金量的啊 还没办法 毕竟是宇宙最硬核的游戏频道嘛 你说对吧 大家的体感在很多地方其实都说到点上了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 还只是说到了表面上 昨天深渊第一天啊 我就跟很多深渊主播在私底下就比较激烈的交流嘛 就是我们在交换意见他们在打痛苦号 然后我就在用小号ban掉五星的情况之下 同时压等级压链度来打深渊 然后我们会相互提出意见 就是我认为这一期深渊针对了哪些角色 有什么细节在走位上面有什么特殊的安排 然后在其中的交流之中 有一位深渊主播这样跟我说到 这一期深渊万一不太好用 至少跟温迪比起来是拉开了一个档次的差距 我直接当场大笑 这个就叫做英雄所见略童 没错 大家都发现了小怪站位非常烦散的要死 但是你们没有发现为什么要这么散 这么散的理由到底在哪里 我想思维敏锐的玩家早就发现了 那就是这一期深渊 敌人是故意站的非常非常的松散的 这也就导致在开局的位置 你会发现万叶不管站在哪个位置 他总是处理不到两波敌人 那么能怎么办 你那你只能往其中一边走了 对不对 那假设我们往右边走了 哎你把它解决了 再往左边走 然后干掉了左边的敌人之后 你会发现在同样松散的位置 他居然还要刷新三次 万叶就不得不东南西北的到处走 每次都只能去牵引这么一小波的敌人 这个其实早在万叶第一次上线的时候 我就这样分析过 那就是温迪其实比起万叶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优势 他就是有一个更大的范围 以及更强的控制力 但是米哈游屌就屌在在整个到期版本 他就是硬让温迪的优势一点都发挥不出来 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面 深渊的环境永远只能体现万叶的优点 当万叶的缺点被暴露的时候呢 那些缺点往往都是温迪同样有的 所以这里就造成了一种大于等于的对比 这个真的就是单单纯纯的大于等于 而不是有时大于有时候小于 这就是导致温迪的深渊使用率 从一度90%一路下滑到最后不如砂糖的原因啊 连续长达一年的这种深渊环境啊 导致精英玩家们全都已经被PUA过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原神的强度社区里面 时不时会有这样的调侃说万叶才是真正的风神 听起来很让人心酸对吧 但是米哈游不知道万叶跟温迪是各有特长的吗 他们当然知道呀 连我都知道东西 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他们比我还是更懂原神百分之的0.10的吗 这一次的深渊米哈游就完美的给大家演示了一下 温迪在哪里比万叶强制 不过他们平时不愿意给你们演示罢了 我们同样采用刚刚那个布局 如果你上温迪的话 你会发现问题变得非常简单 你只要往着其中一个方向走 与此同时 左边的敌人还会慢慢的向你靠近了吗 于是温迪绕到他们所有人的背后 大喊一声 别想投胎呦 此时右边的敌人也慢慢的已经向中心靠拢了 于是大家很熟悉的场景就出现了 曾经封神在1.0时代是怎么统治深渊的场景 在此时又重新展现了出来 所有敌人被收集到了中间 呃你此时可能搭配着干雨之类的 直接在中间丢一个5000倍率的大招 你就发现六个敌人全部在中间吃满了冰锥的 aoe瞬间蒸发 而且蒸发的太快了 导致第二波敌人马上刷新出来的时候 同时马上又迅速的被封眼集中在中间 继续吃伤害 这个就是温迪比万叶强的地方 他的巨怪范围比万叶还要多了足足两个格子的半径 并且这个巨怪是持续性的 只要搭配凌人或者是干雨这种能够同时一起长时间脱手的技能的话 就有可能两波怪被一波的大招给卷死 我在2.8深渊上来的时候就这样说了 这一期温迪在下半就是mvp实在太好用了 结果呢在我说完之后过了几周 你们看一下那些原生的深渊竞速是不是下半轻一次的温迪 但是非常奇怪 就是你不管去看哪一个所谓的深渊使用率 你都会发现万叶仍然是在一直掉打温迪的 这一期深渊我也可以这样跟大家说我在上来前面30分钟就意识到了 这一期上半的mvp又是温迪 到时候你们去看那些极限奥分 你会发现上半又几乎全都是温迪在上面打的 但凡需要大范围的控场的时候温迪是比万叶要强好几个档次的 尤其是如今深渊越来越多带一些阴间debuff的圆魔啊 有没有温迪持续性的控制起来 那个体验差距是非常巨大的 就已经不仅仅是巨怪范围这么简单了 然后你这个时候打开那些什么小程序一看 这一期深渊使用率啊万叶的使用率又是温迪的三四倍 一个90多趴一个20多趴 就我们这些深渊派的主播啊 在第一天就已经发现问题了 这一期米哈游在深渊的设计上面故意让原魔门站的非常非常松散 还放了这么多阴间的debuff他们的意图在哪里 但是呢结果呢你会发现老咸鱼门 你会发现老韭菜门他们表示不管他们觉得无所谓 反正练度碾压万叶东南西北走就万叶东南西北走呗 走多几趟又不会怀孕 反正我就是习惯了上万叶了 换阵容是不存在的问就是懒 我们平时万叶都已经用惯了 问迪这个角色我们都差不多要忘记了 都已经击不起来了 怎么可能用温迪呢 下辈子都不可能用温迪的 我只能说这个就是因果报应呀 玩家们被PUA完了之后 想要被反向PUA就没有这么容易了 其实在我看来过去几个版本 米哈游已经是非常用心的在设计环境 让环境重新偏向温迪的 就你能够看得出来 米哈游甚至在小心翼翼的想要让干羽不要受益的同时把温迪给拉起来 他们做了很多的尝试和实验 就我们这些实战派深渊派的主播 其实是看得出来的 但是普遍的玩家们并不买账 事实上在目睹了深渊2.0整个这么长的时间温迪的遭遇之后 我想绝大部分强度玩家内心都有一定的怀疑的 这个我完全可以理解在上一次温迪复刻的时候 我奉劝大家最好温迪这样的角色还是要抽了 因为对于我而言啊 就如果我小号没有温迪的话 我肯定灵命都会去确保一个的 这个在当时很有争议的呀 我也明白的 有一些主播呢 他平时会跟你说温迪不差了 但是一旦要推荐起来的时候就对吧 考虑到后面的万页建议大家还是要展一展原始 或者说干脆就不了温迪了 假装温迪没有复刻 关键时刻选择闷声发大财 我能理解当时推荐大家最好确保一个温迪这样的角色的时候 大家会去怀疑就是米哈游在整个2.0时代 如此盛大的对待了温迪一段这么长的时间 你现在看起来在松绑了 松绑了这么一次两次三次深渊 让温迪看起来好用了 谁知道你们后面会不会又重新炮制过呢 你做了一次凭什么证明自己不会做第二次呢 你也没有发一个公告说不好意思 我们在2.0对温迪这样了 我们以后不会再这样做了 真诚的向各位旅行者道歉啊 这种事情永远都不会发生的 因为太没面子了 我换我我也装死 所以从目前看来的话 米哈游近期在深渊做的努力 实际上是并没有转换成结果的 就反而是我这种号称低纯度的主播 在这里努力的跟大家宣传说 这一期是温迪挺好用的 那一期温迪挺好用的 大家用一下吧 这美少女们已经这么努力了 你们怎么无动于冲啊 甜牛奶的怎么不喝呀 所以由此可见人的心呢 还是没有这么容易随意的操纵的 这不是说过去整整一整年 你不停的催我使用万也 那么在这一周我就突然觉醒了 又用回问迪了 没有这么简单的 这个看起来需要一个很沉长的过程 不知不觉如今我们也应该称到期的五星门为老角色了 对于米哈游而言 接下来工作重心肯定进一步放在下一批的新角色身上了 这个很好理解 任何游戏肯定都要给新角色们一点优惠以及施展的空间的嘛 倒不如说像神里灵人意 或者说是八重神子这样最早一批被战3.0的角色 如今好像还没有喝到特别多的汤 就反而有点奇怪 接下来在新的深渊里面 米哈游要怎么样进一步把水端平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关于新的深渊有太多太多的细节了 可能是因为新的元素加入导致米哈游需要很多的数据吧 我跟几位深渊的主播是持续在背后激烈交流的 与此同时我也在实验各式各样的纯四星意 或者说带一个五星之类的阵容 就包括克勤的激化队非常有意思啊 居然让我发现了不少激化的细节 但是由于篇幅我们今天就不进一步深入了 不用着急 毕竟深渊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 如果感兴趣的话不要忘记持续关注 过去的分析将会更加精彩 stay tune一间三连关注董哥的频道 后续为你带来更多更有趣又更有含尽量的游戏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